老公背叛我了 和我最好的闺蜜 此刻我跪在灵堂前 听着此我传来他们的声音 我的心被生生撕成了两半 我父亲守灵当晚 我的老公跟最好的朋友纠缠在一起 多可笑 他们不是第一次 可是我没有想到他们竟然放肆到了我父亲的葬礼上 刚知道老公不忠实 我恨不能亲手杀了他 可是就在我准备摊盘时 父亲的病情突然加重 为了照顾父亲 我只能强忍下了这口气 可是 我万万没想到我的隐忍换来的是他们的变本加厉 我跟老公认识13年 从中学到大学 我们一直是所有人眼中的模范夫妻 他是医学生 我是美术生 为了不分开 我在高考毕业时特意放弃了更好的美术学校 虽然很多人替我不值 可是老公的疼爱却打消掉了那些人的担忧 老公毕业后 我便让父亲动用了很多关系将他调到了现在的医院 这几年老公也很争气 成了医院最年轻的外科主任 老公家是农村的 就连婚房都是我父亲买的 我父亲几乎将老公当成了自己的亲儿子 可是此刻他却在我父亲的灵堂上做着无耻的事情 到底是什么时候出了问题 难道老公之前的那些誓言那些宠爱都是假的 可是明明我们曾经那么相爱过 我不理解 此刻却只能强行将一切痛苦憋了回去 明天父亲出病 我作为女儿必须送完父亲最后一程 让父亲走得体体面面 至于那对狗男女来日方长 我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的 第二天父亲的出病 我强撑着精神全程参与完这一切 老公殷勤地跑前跑后 而我的心却毫不波澜 人前他总是表现出一副二十四孝老公 可是人后他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烂人 家里的亲戚轮番地过来安慰我 让我节哀 老公还着我的身子 耕种宾客一一表示谢意 如果没有发现他出轨 我一定会被感动 在人最虚弱的时候 陪伴无疑是最打动人的 可是 我早就已经看清了老公的真面目 他所做的一切在我眼中都是演戏 葬礼结束 我木讷地回到家里 老公端着一碗面走到床边 柔声地在我耳旁 老婆 两天了 你都没吃点东西 我下了点面 你多少吃点 我现在连看他一眼都觉得恶心 闭着眼 地摆了摆手 不吃 老公以为我是因为难过 依旧扮演体贴丈夫的样子 坐在床边 老公自然地搂着我的肩膀 我以肉围油将他推开 想到他曾经跟别的女人亲热 我就觉得脏 老婆 你起来吃点 你这样 爸在天之灵 也不会安息的 我眼眸一沉 他还有脸替我父亲 他在父亲灵堂上跟别的女人发生关系时怎么没想到我父亲的在天之灵 我露出一抹冷笑 老公 你相信人死了有灵魂吗 老公没想到我会这么问 不由的表情一正 我相信人死是有灵魂的 我爸一定还在我身边看着我 说完 我突然坐起身 直勾勾地看着老公 没准也在看着你 我清楚地看到老公猴头滚动 他在害怕吗 轻叹一口气 我端过面碗 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人死不能复生 父亲肯定不想看我一直这么颓废下去 而且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毕竟吃饱了 才有力气报复他们 半夜 我躺在床上 身后传来老公的声音 老婆 睡了吗 我继续装睡 老婆 见我没反应 老公掀开被子下了床 直到传来关门声 我缓缓张开眼 看着床边空荡的位子 我不有冷笑 明明躺在我身边 他心里却在想着别的女人 这就是男人吗 我站起身 巧然地从卧室走了出去 乖 等他缓一缓我再说 你在忍忍 宝贝 我当然最爱你了 跟你在一起 我才觉得我是个男人 房子 恩 我已经在准备了 过两天我就去让他办理转让手续 到时候 房子是我们的 钱也是我们的 我们就可以无虑地在一起了 厕所里 老公的声音传来 我全身冰冷地定在原地 我万万没有想到 老公不仅跟我闺蜜好了 甚至还想谋划我们家的财产 然后跟完可双宿双飞 只在嵌入肉里 剧烈的痛意才让我强压住了推门进去手 撕了老公的冲动 现在还不是时候 如果真的拾过嘴脸 老公狗急跳墙 那我一个人根本不是他们俩的对手 所以 我现在要冷静 对 冷静 可是眼泪却还是止不住地顺着眼角滚落 就在我擦掉泪水准备回房间时 老公突然打开了卫生间的门 看到我 老公明显吓了一跳 老婆 你 你怎么起来了 情绪来不及收 忍着恶心 我哭着头进了老公的怀抱 老公 我梦到爸了 爸说他疼 老公抱着我 轻轻地拍着我的后背 没事的 都会好的 你还有我 我答应过爸 会好好照顾你的 好好照顾我 我不有冷笑 手却紧紧地还住了他的腰 老公 答应我 不要离开我 不然我就是死也不会放过你的 老公的身体明显一僵 不会 我发誓 我会好好爱你 一辈子只爱你一个 曾经我就是被老公的誓言所蛊惑 所有人都说男人靠不住 我偏不信邪 现在 现实狠狠地打了我一耳光 让我终于看清了事实 你身上怎么这么凉 是不是出来好一会儿了 我知道 他在试探我 没有 刚刚出来 以后做噩梦就喊我 别一个人跑出来 外面没开灯 你有夜盲症 别磕着碰着了 我糊糊地就起来了 刚出来 你就打开门了 听到我的回答 老公确定我没有听到他跟完可的话 这才松了口气 走吧 我陪你回去睡觉 第二天 在老公上班之后 我便收拾好家里的房产跟财产去了律师事务所 既然这对狗男女想要掏空我的家产 我怎么可能让他们如意 我将所有的家产都转移到了自己身上 并且立下遗嘱 一旦我出任何问题 我的所有家产就会被捐给公益组织 这样既保护了我的安全 又能让那对狗男女一无所有 这是我爸留给我的一切 他们想拿走 门都没有 刚走出律师事务所 我便接到了私家侦探的电话 姐 你老公搂着一个女人去酒店开访了 和谁 私家侦探顿了下 才小声道 是 你的闺蜜 王可 我挂断电话 想着昨晚老公对我的保证 一辈子只爱我一个人 喝 现在听来一切都是笑话 顺着私家侦探给的地址 我直接去了酒店 酒店的隔音效果并不好 隔着门板我都能够听到里面两人的狼叫声 我掏出手机给老公拨了个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终于被接通 喂 老婆 听着老公的声音 我嘴角冷扬 老公 你在哪呢 怎么这么蠢 老公那边明显倒吸了一口凉气 立马慌乱地解释道 没有啊 我刚刚做完一台手术 所以有些累 这手做得挺有意思啊 竟然坐到了酒店 我压着愤怒 壮死不经意地说道 老公 我早上肚子痛 就自己打车来到了医院 你现在有空吗 我现在上去找你 你到医院了 老公慌乱地声音传来 我已经可以想象到此刻老公在酒店里手忙脚乱地穿衣服的画面了 对呀 就在停车场 我马上就上去了 你先别上来 老公突然地喊了一声 我 我现在有台手术 你 你这样 你先去找刘云 他现在在值班 刘云 老公在外面跟完可思混 医院里还有人给他打配合 他跟刘云又是什么关系 可是我已经到你办公室门口了 你别进去 我不在办公室 我马上让刘云去找你 说完 老公直接挂断了电话 套在门口 我听着酒店房间里传来老公跟完可的声音 俊哥 你怕什么 不是说好要跟那个肥婆离婚吗 他发现了不是刚好吗 完可竟然喊我肥婆 曾经我也是光鲜亮丽 只是后来我身体不好 又想给老公留后 所以一直在吃各种补品跟激素 导致我三年之内盘了几十斤 我也为自己的身材焦虑过 可是老公一直跟我说他不介意 我变成什么样 他都会喜欢 就连完可也再劝我 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 现在怎么了 他们搞在一起了 我就成了肥婆 现在家产都在那个死肥婆手里 我得把家产转移走之后才能跟那个死肥婆离婚 你放心 等你肚子争气的给我生个儿子 我把所有东西都给你 王可娇称一句 哼 你就会哄我 我再也不相信你了 可可最乖了 来老公亲一个 听着房间里传出两人的对话声 等我在颤抖 家产 他们连想都别想了 至于孩子 王可就这么疾待的给我的老公生孩子是吧 好 我倒要看看老公暂时也跟他之间会怎么选择 深吸一口气 我直接按下了酒店的门铃 谁啊 老公不耐烦的声音传来 我压着嗓子 你好 客房服务 房间里顿了好一会儿 老公终于打开了房门 两人四目相对 我清楚地从老公的眼中看到了惊恐 老公 你不是在医院做手术吗 怎么来酒店了 说着 我直接推开老公走进了房间 难道病人在酒店啊 听了我的话 老公立马点着头 对 刚刚酒店有个病人 我过来看看 然后他们说 说送给我一个房间让我休息一下 我 是吗 我突然转头 一脸冷力地瞪着老公 他眼神都被吓得快要涣散了 老公 想好再说 说谎话可是要付出代价的 老公猴头滚动 明显是被我吓到了 我 我其实 刚好 我也困了 这房间还挺好 我也在这里休息会儿吧 说着 我直接坐在了沙发上 双腿撑着茶几 然后朝老公招招手 老公僵在原地 眼神不停地朝着阳台的方向瞄 我勾了勾嘴角 老公 我肩膀好酸 来给我捏捏 听了我的话 老公才恍惚中走了过来 感受到他捏着我肩膀的手都在颤抖着 我心中满是冷意 老公 如果我以后都不能给你们老陈家生个孩子 怎么办 你会嫌弃我吗 对面的电视机上倒映着老公僵硬的嘴角 怎么会 我爱的是你的人 生不生孩子 我多爱你 可是我现在这么怕 你会嫌弃我吗 当然不会 老公生怕我不相信 立马追加道 老婆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 我多爱你 可是你看王可 他那么年轻漂亮 是个男人都喜欢他吧 随着我这句话说出口 老公明显的动作一僵 眼神不住的往阳台上扫 老公顿住 半场没回应 我继继续问道 老公赶紧追上前 想要阳台上什么都没有 就在我要打开窗户的时候 老公突然一把按住了我的肩膀 低头要去吻我 我立马闪过 躲开了他的亲吻 就在刚刚 他的嘴还在亲吻着别的女人 想到这样 我就觉得我心 见我躲 老公也不放弃 还着我的腰 柔声道 老婆 这么好的机会 要不然我们 哎呀 老夫老妻了 还搞这些 我推着老公的肩头 再说了酒店这么脏 只有出轨才来酒店呢 我们是夫妻 正大光明就好 说完 我表情一正 老公 你该不会是约着小桑儿来这里的吧 老公大笑两声 表情都猙獰了起来 老婆 我们结婚七年 你还不相信我 我怎么会约小三 我心里只有你 我冷冷地看了眼窗外露在外面的那双脚 随即将窗户给反锁住 好了 我跟你开玩笑 我走到老公身旁 轻声地安抚道 我知道你不会背叛我们的婚姻 当然了 老公信誓旦旦 我要背叛你 我天打五雷轰 不用发毒誓 我淡淡地笑着看着他 如果你出轨 我会让你一无所有 老公的眼眸一颤 他掩饰得很好 而我早已经不是曾经的我了 从酒店离开后 老公去了医院 而我上了车之后 后车座一个男人钻了出来 姐 拍到了 我看着私家侦探手里的照片跟视频 嘴角闪过一抹冷笑 这么劲爆的消息怎么能自己看 俗话说读月乐不如重乱了 我得学会分享 当天下午 全市各家的杂志报社还有电视台就收到了一封一鸣的举报信 当晚七点当的社会新闻便报道了这一场闹剧 老公出轨被抓 小三集中甚至躲到室外空调机 这么劲爆的字眼很快就成了当晚人人茶余饭后聊天的话题 而更有眼尖者认出了躲在外壁机上的女人就是 是一种高一步的英语老师王可 当晚老公回到家直接将报纸砸在了桌子上 这事不是你做的 我放下饭碗 冷冷抬起头 看着老公那张暴怒的脸 不由露出一抹嘲讽的笑 怎么 心疼了 真的是你 老公愤怒地瞪着我 你疯了 你这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我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站起身愤怒地回瞪着老公 陈俊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那可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出轨谁不好 你跟王可勾搭在一起 我没有 到了这个时候 老公还不承认 想到王可还一心以为陈俊会娶她 其实他连承认两人之间关系的勇气都没有 我从包里掏出一打照片甩在了老公脸上 你没有 那这是什么 看着散落一地的照片 每一张都是老公跟王可在一起的画面 有拥抱有亲吻 还有一起出入酒店的画面 陈俊 我一直以为你人穷至不穷 没想到你就是个懦夫 敢做不敢当啊 你们家可可还在等你娶她呢 听了我的话 老公的表情瞬间猙獰 我不是懦夫 我不是 我讥笑着望着他 既然你不是懦夫 那离婚啊 你不是要娶王可吗 我给你机会 我让你娶她 老公得意地望着我 就你这样的死肥婆 我早就想跟你离婚了 看着老公决然离开的背影 我嘴角扬起一抹糊涂 现在他有多英雄 后面他就会有多后悔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很快老公跟王可的事就传扬了全程都知道了 王可因为做人小三的事情严重影响了学校的名声 被学生家长强烈要求辞退了 被辞退之后还不够 陆陆续续地有些消息传出 王可不仅插足了我的婚姻 甚至还跟别的学生家长纠缠不清 事情曝光之后 王可成了现代版的潘金莲 而老公那边 虽然私生活并不代表他的医术 但是因为这儿闹得太大 医院决定让他暂时停止一周等候观察 而这只是开始 丢掉工作只是让他们尝到一点苦头 后面还有更大的惩罚在等待着他们 事情闹大后 连远在乡下的婆婆都知道了 当晚 婆婆就来到了 直接跪在我面前祈求我的原谅 盈盈 我替小俊给你道歉 对不起 盈盈 你们过了这么多年了 不能因为一个不值钱的女人就分开 对不对 再给小俊一个机会 盈盈 算妈妈求你了 妈知道你生气 但是你们还是有感情的 对不对 看着跪在我面前的婆婆 六十多岁的人了 却为了儿子的错而跪在我面前恳求我的原谅 我不由想起了我爸爸 我妈妈去世的早 我爸爸一边工作一边照顾我 这些年受了不少的磨难 好不容易等到我结婚 他也到了退休年纪可以一养天年了 可是疾病却夺走了爸爸的生命 如果此刻是我做错了事情 我爸爸也跪在老公面前祈求原谅 我的心就如刀割般刺痛 就在我犹豫的时候 老公回来了 看到婆婆跪在我面前 老公直接跑过来将婆婆拽了起来 妈 你别给她跪 就算做错了事情 也是我自己承担 您别替我跪 老公虽然对待我们的婚姻不忠 但是她却是个孝顺的儿子 这些年龄里暗里没少给婆婆送钱 听了老公的话 婆婆直接甩了她一巴掌 你这个不孝子 你还有脸说 是你对不起盈盈 你赶紧跟盈盈道歉 听到没有 老公耿着脖子 一脸的不耐烦 妈 我们的事情我们自己会解决 我扶你去休息 婆婆还想说什么 却被老公强行的拉走了 晚上 我直接掏出了离婚协议 既然妈在 就当做一个见证 这是离婚协议 你看看没问题就签了吧 婆婆拿过合同就要相毁 我却直接又拿出了第二份 妈 我那里有的事 您撕了也没用 婆婆抓着我的胳膊 恳切地问道 就不能不离婚吗 你们俩好不容易走到现在 就非得走上离婚这一步吗 我吃着东西 淡淡地说着 是您儿子逼我的 他自己做了什么 难道您不知道 话音刚落 一直沉默不开口的老公突然起身 在我惊恐的表情中 他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老婆我错了 我是一时鬼迷心窍 所以才会被王可欺骗 我们结婚这么多年 你应该知道我不是那种人 我真的是被蛊惑的 我知道我错了 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老婆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听着老公的忏悔 还有一旁婆婆不停地说好话 我的心中就不是石头 看着跪在眼前的母子俩 我终究是心软了 最后 我选择了原谅 老公也发誓不再跟王可联系了 我万万没想到这个决定会让我万劫不复 自从我决定原谅后 老公完全变了一个人 每天准时上下班 洗衣做饭 似乎之前一切的不愉快都没有发生过一般 可是伤一旦形成 虽然痊愈 但是依旧会留下伤疤 深深地唠嗑在心里 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 伤口还是会隐隐作痛 我们依旧保持着原来的相处模式 只是唯一不同的是 我开始减肥 不是因为老公跟王可口中的那一句似肥婆 而是我要健康 我要自信 我要成为原来的自己 时间流逝 很快大家就忘了这段狗血的新闻 所有人都在暗部就搬了走 直到那天一通电话再次打断了我们之间这层虚伪的平静 那天 我们正在吃饭 老公手机突然响起 是个陌生号码 他并没有存名字 我很记得扫了养号码 继续吃着东西 完全装作没看到 老公看了我一眼 随即拿起手机 是病人 我接一下 我淡淡地点点头 装作不经意地继续吃着东西 为了表示自己清白 老公就在我面前接听了电话 喂 我是陈俊 电话那边不知道说了什么 老公的表情大变 察觉到了他的异样 我扭头看过去 老公故作轻松地跟我笑了笑 他看似不经意的样子 七十多年的夫妻生活 我对他了如指掌 包括他的表情 怎么了 电话挂断 我问道 老公摇摇头 没 没事 没事吗 那个号码是网渴的 我们二十年的闺蜜 我怎么会不知道 是吗 那一会儿吃了饭陪我去看电影吧 今天刚好烧十几重影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老公心不在焉地点点头 好啊 我的吃着东西 余光不停地瞄着老公 几分钟时间 老公看了十几遍手表 看他还能撑多久 我擦了下嘴 老公 你收拾下 我去换身衣服 我刚起身 老公突然开口 老婆 我 我一脸疑惑看着他 怎么了 老公沉默片刻 似乎很难做决定一般 那个 我 我 刚才是医院 他说那个 好啊 你去吧 老公脸色一正 满脸地望着我 老婆 你没生气 我有什么好生气的 你工作要紧 医院有事 你就去工作吧 那电影 没关系 我等你什么时候有空再去 我体贴地说道 生怕老公会怀疑 我还亲自去给他拿了包 好了 快走吧 医院可是分秒必争的 你多等一会儿 病人就多失去一分机会 老公听了我的话 眼中流露出一丝愧疚 随即伸手搂着我要去亲我时 我直接闪了过去 一嘴油 说着 我拿着纸巾替他擦了擦嘴角 快走吧 晚上早点回来 老公离开后 我立马冲进卧室 快速地换了身平时不怎么穿的衣服 戴着口罩跟帽子便出了门 师傅 跟上前面那辆车 坐在出租车上 看着老公的车却在驶向医院的路口拐了弯 车子行驶了大半个城市 终于在一座高级公寓前停下了 看着老公下了车 我紧随着下了车 小心谨慎地跟着老公上来楼 电梯停在15楼 我便躲在了安全通道 打开了手机上的监听APP 自从原谅老公后 为了以防万亿 我便在老公的手机上安装了定位监听系统 可可 我来了听着老公宠你的声音 我差点一口就吐了出来 果然 他还是来找王可了 骏哥对不起 我答应不再找你的 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 我 我怀孕了 王可的话让我瞬间愣在了原地 怀孕 王可怀孕了 这怎么可能 真的吗 太好了 可可 我要做爸爸了 我要做爸爸了 老公欢愉的声音传来 哪怕只是听声音 我也听得出来 他很高兴 可是盈盈怎么办 他知道了一定不会放过我的 王可怯怯地说道 我从不知道认识二十年的闺蜜 还有这么绿茶的一面 你放心可可 你怀了我的孩子 我不会让你们母子受委屈的 至于那个肥婆 我说起耳朵 紧张地听着下面的话 至于那个死肥婆 她留了遗产 一旦她有任何事情 家里的所有财产都会被捐出去的 所以我得趁着她现在对我还算信任 我得把所有家产弄回来 到时候我就直接把她踢出去 让她净身出户 这样 我们一家人就可以在一起了 听着两人的对话 我的心瞬间跌入了谷底 虽然我知道这两天老公的事好都是假的 但是没想到她还在跟王可联系 甚至想让她净身出户 然后他们三个人双宿双飞 想得挺好 只可惜我已经不是那个被陈俊蒙骗的傻子了 后面的话 我已经听不下去了 不过就是两人苟合的声音 直到天色暗下来 老公依依不舍地离开 老公离开后 我动了洞孙软的身子 正准备上门找王可时 一个陌生男人却熟练的输入密码 进入了王可家里 我从安全通道出来 结果发现公寓的门竟然没关 原本想找王可算账 但是那个男人的出现打断了我的计划 我正准备离开 突然一阵剧烈的物品摔碎声 紧随着王可的尖叫声响起 贱人 王可 你这个贱人 怀着我的孩子还跟别的男人坐 你他妈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贱货 听着男人的暴念声 我不由皱了下眉头 难道王可肚子里的孩子不是老公的 赶紧掏出手机从门口伸了进去 悄悄地将两人的对话录了下来 王可跪在男人面前 生死历劫地解释道 阿强 不是的 我是骗他的 我说孩子是他的 他相信了 他说等到他要把所有家产都给我 到时候我得到他所有的钱 我们就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了 我们才是一家人 陈俊只是个傻子 我爱的人是你 听着王可的话 我能感到我的眼都在泛着光 老公以为跟王可是真爱 没想到从头到尾王可的都在骗他 王可甚至都不止他一个男人 甚至连他心心念念的孩子都是别的男人的 背叛感情者终将被人背叛 活该 报应 从王可公寓出来 我的心情出奇的好 回到家的时候都在哼哼着歌曲 老公见我回来 立马紧张地跑了出来 老婆 你去哪里了 我哼着小曲 去看戏了 什么戏 老公给我倒了杯水 那副谄媚模样 就差给我洗脚了 就是一个男的因为老婆不生 所以出轨了 结果小三怀孕了 那个男的可高兴了 结果发现孩子不是自己的 说话的时候 我的眼神一直盯着老公看 果然 在听到我说小三肚子里的孩子不是男主的时候 他的眼眸明显一颤 我装作看不到他的异样 继续说道 这座小三的就是不老实 就跟这老鼠一样 偷来的就是香 老公的表情几乎已经可以用惨烈来形容了 我依旧不为所动地继续说道 后来你猜怎么着 老公已经陷入了自己的深思中 对于我的问话只是木讷的摇头 什么 后来这个男的发现小三的孩子不是自己的 然后去找小三 结果刚好小三的拼头在 两人扭打在一起 那个男的被拼头失手杀死了 而小三跟拼头却拿着他的前逍遥法外过一家三口的生活了 哗啦一声 老公手里的水杯直接掉在了地上 见老公满脸恐怖的样子 我装作茫然地问道 老公 怎么了 啊 老公恍惚回过神 啊 我 我想起来了 医院有个病患明天要做手术 我得去交代几句 当晚老公没有回来 我躺在床上想到这段时间发生的一切 心中克制不住的喜悦 抱怨不爽啊 老公终于尝到了被人背叛的滋味了 很快 四家侦探打来了电话 解 大新闻 我虽然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 但是听到网可被打住院的消息还是没忍住的心口一颤 平时唯唯诺诺的老公 没想到还有这么硬刚的一面 挂掉四家侦探的话 警察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老公打架都欧进了警局 要我去警局保释 来到警局 看着蹲在笼子里的老公 我差点没忍住的就笑出声 老公 你不是去医院了吗 怎么会来警局 我一脸疑惑地问道 心里早就已经有了答案 我 老公叹了口气 对不起老婆 我对不起你 最后警察让我交保释金时 我却一走得匆忙忘记贷钱 唯又拒绝了交保释金 听着我没有交保释金 老公瞬间急了 盈盈 你怎么没拿钱 那我怎么办 我不能在这里待着 我明天还得上班 我的看着他 对不起老公 走得太匆忙了 忘记贷钱包手机 你委屈一下 明天我就来接你 老公虽然不信 可是现在他只能将希望寄托在我身上 只好强忍着不愿意在看守所待一晚上 从警局出来 我就直接去了医院 王可被打得很严重 胳膊断了 就连肋骨都断了一根 肚子里的孩子自然没有抱住 王可看着我就哭了起来 不停地对着我说对不起 多年朋友 我知道现在的他是真的知道错了 只是我却再也无法原谅他了 站在病床旁 看着被打成猪头的王可 我眼中满是冷意 王可 你造成现在这样都是你旧游自取 你以为你是在玩弄陈俊 其实你是被陈俊利用了 说着 我掏出手机 将一段语音播给他听 内容是我让斯嘉侦探合成的老公的声音 大体就是陈俊利用他生孩子 等到孩子一生 老公就把他踹了 就连之前他在酒店被拍也是老公做的 就是觉得因为他们在一起这么久 王可一直没怀孕 老公决定抛弃他了 听了我的话 王可气得全身都在嘟嗦着 陈俊 我不会放过他的 我孩子没了 我要让他偿命 那是他的事情 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从医院出来 刚好天亮了 我看着天边的晨曦 心中的阴霾终于得到了释放 一个月后 老公因为故意伤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而王可则因为被暴力殴打至流产 以后再也不能生孩子了 从法院出来之后 我直接去了墓地 我将父亲坟墓周围的杂草都清了一遍 然后坐在一旁的石阶上 给父亲倒了杯酒 爸 我来看您了 抱歉 这么长时间没来看您 因为我在解决一些垃圾 不过现在好了 那些垃圾终于都被我清理干净了 以后您放心 再也不会有人对您不敬了 以后也不会有人伤害我了 我来是想跟您说一声 我想出去走走 这些年我被困在婚姻中 续续地失去了自我了 我想出去走走 找回真正的自我 您放心 我没事 我现在脸也很好 等我想通了 我就回来 天很蓝 云很白 我的脚步也从未有过的轻松 小莹 突然一道声音传来 我回头就看到一身正装的男人手里捧着一束鲜花 正一脸惊奇地看着我 阿正 我惊讶地看着他 脑海中逐渐浮现出曾经的画面 阿正是我父亲的学生 当年追求过我 却在我准备接受他时 他家里有事 暂时休学回了老家 没想到这一分别就是十年 你怎么回来这里 阿正将花放在父亲坟前 我来看看老师 对了 过得怎么样 结婚了吗 我低头看了眼父亲墓碑上的照片 随即摇摇头 刚刚离婚 阿正脸上不经意地闪过一抹笑意 刚好 我也单身 两人四目相对 最终却又不由对视而笑 我想 这就是父亲给我的最后的礼物吧 我走了 我还有凶多月之后 她是悠惠的 我去你的身边 我去你 我去你的身边 我去你 我去你 我的身边 我去你 你 我去你